这个不是奉代五大民谣有歌谣 光谣 定谣 武谣 哪里是 你说的光谣是明清光谣还是奉代的光谣 这是财谣 我跟你说 后周世中财荣 他在五代十国的往期 也就是公元前 公元956年到公元957年 后周世中财荣 元年二年 在新郑县烧的为他家族定烧的瓷器 很薄很薄 很薄 很薄很薄 现在有这个季灵 有这个款式 我给你看一下吧 发出土了 在新郑就荷兰郑州 是后周世中财荣的 看完了再说 等下再看 这是在湖南清凉市是不是 清凉市在保充 清凉市是乳窑的椅子 这个是柴 柴是柴绒的 他为他的皇族烧制了瓷器的椅子 在新郑 荷兰新郑 就今天的荷兰郑州 新郑区 因为这个不是瓷兰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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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荷兰郑州 就在荷兰郑州也不能用 像虎士辉啊 乳窑不是这种声音啊 乳窑谈起来不是这种声音 乳窑声稍微有点蒙声 跟带一点沙哑声 这个就是瓷兰郑州 就是一种的很大很大的桃片 这个瓷子的自己刷的 别人刷的 别人刷的 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这个是皇上运的吧 这个是皇上运的 这个都有轮的 看下看下 老师 这个都有轮的 这个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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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具有元代 额荡青 短白又舒服式的功格 但是不是元代舒服式 真的不是元代舒服式 我怎么跟你说呢 元代 老白又额荡青的舒服式 首先啊 它是一种 半乳酌感 半结晶制的柚 你这个柚子太白了 真的太白了 太光亮了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可能认为它是 我也不懂 这个是防品 这个是防品 但是这个防得非常好 我不想打击你的积极性 没什么呀 这个东西吧 我个人认为吧 就是40年之内的东西 直接来当狗犯 赏赐 赏赐 就是一般来说元代 赏内服 内服 有内服 40年之内的东西 我是来摆狗犯的 这是下次的呀 这个额荡青的没有舒服式 它这个浓啊 它没这么清晰的 但是它那个乳酌感特别强 酥油光的乳酌感特别强 这个能啊 没有这么清晰 没有这么清晰 这是磨硬的 对对 因为是磨硬的 因为磨硬的 磨硬 磨硬 是磨硬 是磨硬的 压硬出来 然后再吃这个乳酌药 不会是这个晾青药 不会是这个青花白药 哦 那时候不是这个工艺 这个是真的 但是你说这一件是乳酌 我不认同 这件不是乳酌 乳酌是同胎赤骨 有那个蟹爪纹的 深入浅出的 深入浅出的这种开片纹的 而且就说它有麻老幼的 这个路幼的这个 有滋润感的光泽度 有银翅纹的这个 纹相的走路 这个就是一个厚了 这个是这个叫什么 叫芝麻 芝麻丁啊 芝麻正丁 芝麻正丁 这个丁 这个丁是对的 但是这个乳牙芝麻正丁 比这个还细 这个有大来点 这个这个叫做什么 香灰胎 这个也是个香炉吧 这个是三竹 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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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是个期待中期的 中期的 嘉庆大光时期的 一个仿歌幼的一个 我们说这个是 应该叫一个 李锡 李锡 他这也有人说双楼 卷缸 文房 按据 文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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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事年轻呢,我告诉你,这不难去啊 这个接近菜油,这个很不大 你看这个师傅,师傅看到就知道了 这就是瓜油的,这就是瓜油 瓜油一片花就烂了 这是的,这四瓜油,这四瓜油 这个多薄啊 这个好不愚痴啊,青羽毛啊 我也等了几句那个名字 这种柳种白混的 这种是细 我说他说话 我这么多年给他 不能白混不是吗 这个龙文没有这么清楚 你不信你看 元代的那个老婆 又是粗糊又是杯子 它里面的龙 但是若以若现 若以若现 太勤奢了 因为太勤奢了 压出了 对对对 在这开子也不是 这个开子是现在的开头 这个虎仕冬很假 这个虎仕冬 不是从里面站出来的 不是吗 真的不是 你就是说 这个世界的艺术品 气氧也蛮大 元代清花 这个也吃不了 不用水切了 刚刚向的乳腰 它也没有这么厚的 在这个份量来讲 只有天空了 乳腰比这个还近 香味还强 盘子拿回去味道 这不是黑色的 这个盘子 香味的 这个 太土耗了 我方可以 我方可以 我这个太土耗了 赞点花 这个胎子太厚了 然后这个 就是说 它 它不能够达到乳腰的 那种高乙低龟 幼稚的那种 那种 那种均丝 那个毛老啊 像我一个 那种均丝 一样就弄下 也滑下来 这个 还是隔这个 隔一定的 您能保好 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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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 无家的 我们也没有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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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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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